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光临 坐落在海边旁蓝白色建筑 充满了希腊浪漫的地中海风情 显眼的建筑风格让路过的人们住俗 这里不是欧洲 而是在台湾最南端的屏东墾丁 长滩休闲饭店 墾丁长滩的位置得天独后 位居进出恒春半岛的咽喉 前方有小而美的海口港 还有绵延漫长的海口沙滩 海口港已经从偏乡小鱼港 华丽转身成为了看海美术馆 饭店是唯一同时拥有 海港与沙滩的大型饭店 更在去年荣获宠物友善 高龄友善 环境友善 三项屏东旅渡界奥斯卡金要奖 很感谢屏东县政府对于旅树业 这么多的协助辅导以及要求 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殊荣 得到金要奖不仅仅是我们的肯定 也是让我们更加往前提升服务的动力 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彩色球池 这里是位于B1的超大室内游乐场放电屋 有着小朋友最喜欢的设施 想要享受轻松又刺激的甩尾快感 可以到一楼中庭的大型儿童赛车场 放速甩尾车 享受电动卡丁车甩尾奔驰的乐趣 楼下的放电屋 再加上我们一楼放速甩尾车 总共频数超过700平 以这样子规模而且完整的一个亲子设施 作为我们的主题 我是想要让这些带亲子过来的这些旅客 可以为他们的孩子 还有他们自己的家庭 带来印象深刻美好的回忆 饭店总共有196间客房 高达9成以上的房间 都能欣赏到台湾海峡的壮阔风景 接下来由执行长一一来介绍饭店内最有人气的房型 这里是我们的爱情台四人家庭海景房 我们窗外是美丽的港口风情 同时你也可以享受到我们的海景与山景 迷恋海湾是我们的海景双人房 这间房间有我们特别的装潢 包括我们有户外的独立阳台 房间内有三幅从国外带回来的名画 在我们这间客房的浴室里 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海景 不仅要住得舒适 欣赏美丽海景 小孩大人玩累了 也要好好填饱肚子才行 肯定长滩休闲饭店 结合屏东当地的特产 推出独一无二的晚餐套餐 游客品尝过后 个个赞不绝口 让我来介绍一下 我们长滩最新推出的菜色 第一道是黄金元宝套餐 水饺里面有包裹着 这个我们的当地的鹿角菜 这个菜色在全台湾 找不到第二间产品 提供这样子的水饺 再来是我们的鹿角菜鲜饼 鹿角菜它富含丰富的纤维跟酷子 非常的有益于健康 这道是我们的长滩糊咬包 我们拿掉了平常挂包里面的酸菜 还有花生粉 那我们拿黄瓜跟黄金泡菜来代替 深受我们海内外团客热烈欢迎 主厨运用创意 也将屏东特产的白玉萝卜 与车程洋葱融入料理中 而这些独特的创意料理 只有在饭店里才能享用到 绝无仅有 夜幕低垂 星星降临了 屏东县拥有最好的人文观测条件 临近的海口沙滩 荣获十大推荐观性场域 提供夜访沙蟹 以及星空探索的活动 除此之外 饭店顶楼还设置了观性平台 让旅客可以铺上垫子 长扬在银河新海里 饭店不只提供住宿玩乐的服务 为了传承在地历史文化 特别打造柴城洋葱文物馆 也让旅客能体验洋葱植物染DIY 还有观星的教学 我们洋葱文物馆提供了许多在地特色为题材 做出的一些手工DIY 包括我们的洋葱染布 还有果冻蜡 洋葱 3D立体化 那这些手工DIY 都可以让我们的旅客 旅客 把他们最珍贵美好的回忆 带回去给他们 饭店拥有全恒春半岛 最大室内儿童游戏区 并且紧邻海口港 海口沙滩 可以一次将台湾海峡美景 尽收眼底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可以留下美好又深刻的回忆 我们本着初中 越在地越国际 2023年全球已经肿出了疫情 2024年 墾丁长滩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要迎接国外的旅客 龙腾古药引新年 事事顺行 荷包他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